那Colent跟Row特別注意 就是我們主要是用Colent去取得它現在的位置 所以基本上那個一樣是先取得一個表格 假設這個橫向的話 反正順序一定是先插入一個Colent函數 那你可以看到它現在的位置 如果不是1的話 你記得要先把它減掉1 減掉那個 反正把它歸離 就是產生1就對了 第二欄把它變成第一欄 向右之後的話 當然1到20 向下 當然它底下還是1到20 可是我如果希望向下能夠增加 只要它現在第三列不要加20 第四列加20的一倍 兩倍三倍的話 那原則基本上可以加上什麼 用Row這個函數 注意一下這個Row最好自己打 如果你不喜歡自己打 你可以再點前面一下 這邊也可以 這邊有個Row 或者你其他函數找一下 Row它會幫你加過來 那你可以發現現在呢 它Row的位置是在第三列 所以回來這個Row是3 那因為我3不要加上20的一倍 所以把它減掉3 意思就是說把它歸零 也就是說現在這個儲存格不要加20的一倍 然後後面的話記得把它乘上 假設我有20 那我就乘上20 打勾之後的話 那向右 這個應該沒變 向下 移到160就出現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是藍 這個是列 第二藍 所以這邊回來是2 OK 這邊是第三列 所以是3 所以藍跟列的概念要有 所以將來你再取資料就會非常的方便 OK 那最後的話就是把這邊這個減下 再放到哪裡呢 放到密的函數裡面 這個F4 把剛剛的東西貼上 這邊輸入1就可以了 其實關鍵就貼上去啦 這個A1固定的一個字也固定的 按確定 這樣向右 向下 基本上就160是OK了 這邊也是一樣 所以一樣我們就是先怎麼樣 不過這邊如果是縱向 那你要把Row放前面 所以這邊的話呢 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Row函數 它會抓到13 那我要從1開始 所以把它減掉的話 12 打勾 向下填滿 你會發現 剛好 反正減掉12 1到8就出現了 那橫向的話呢 一樣也是1到8 可是我如果希望呢 向下 向右的話 加8的一倍 兩倍 三倍一次類推的話 那我當然後面就可以加上 這個時候的話呢 變成用Colin當成倍數了 那現在呢 因為Colin在第二欄 所以記得把 他現在在哪一欄 減掉 歸零 因為我在向下 現在的這一欄裡面 不需要加8的倍數 那也就是向右 變第三 三減掉2 只會1倍 兩倍 三倍 所以乘上8 每8個變化一個 然後向下 這時候的話呢 你就會發現 1到160 也會出現了 那同樣的方法 把這個公式減到那個MIT的函數裡面 就會幫我去把需要的資料 給切割到底下的儲存格 這邊一個字 OK 那 最後的話 今天 還會有個最後的變化題 不過這個難度會又更高 這個東西的話 前面有講過一點 但是 這個後面的話 但是速度又更快了 以後如果 可能要開始寫一點程式 所以這個可能要大家一起準備 那可能一年級同學會反而輕鬆一點 高年級同學反而會比較稍微 但是程式也不至於難到完全無法理解 因為幾乎都就是跟這個上面寫的是一樣的 把它改成什麼VBA 那怎麼怎麼做 我們大概就是123 123個按鈕 我最後一次給各位看 第一個 1到160 清除掉 再來就是利用剛剛的概念 變成照到貨 那這有什麼好處 以後的話 按鈕按下去就好了 以後你也不用再去輸入什麼任何公式了 每一次都還要做一次一模一樣的事情 其實也蠻 像我是很懶惰的人 我盡量做一次以後就一勞永逸了 把按鈕做好就好了 再也不需要說還要去想公式怎麼做了 那底下這個也是一樣 先清除掉 先做1到160的數字 再把需要的字填上去 有個清除 所以 待會的話 會有總共6個按鈕 就是放他旁邊 這個一組 這個一組 不過這難度會比較高一些 請各位先把剛剛那個 卡倫跟肉先熟悉 待會的話 我教各位怎麼樣把那個VBA部分完成 我們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嗎